我是影童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今天我们的头条焦点要持续来关心 金龙市警局第三分局的八堵分住所 值班的远警一死一伤 这起重大的社会案件 是发生在昨天晚上10点多 有一名男子他开着偷来的货车 当时他开车的速度就非常非常的快 他从新北市的共辽区 走快速道路一路飙车 在第一时间他先在台62线 撞死了中机的巡检员 然后过了没多久 他又直接高速冲撞了这个警察局 造成了两名远警一个人死亡 还有一个人受伤 随后10点06分的时候 他闯入到火车轨道这边 被火车追撞身亡 但警方现在发现了一个比较可疑的点 就是在前面这半段的过程当中 这名嫌犯都没有把行车记录器给打开 但是当他决定要冲撞派出处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行车记录器打开 记录了当时的所有过程 所以这个部分他到底是不是预谋犯案 警方还要再来查 而你可以看到这个分住所的所长 今天也非常伤心 他说这名死亡的远警工作很认真 家属在今天也崩溃大哭 货车完全没减速 就像恐怖攻击的炸弹客一样 直接连人带车撞进八堵分住所 站在值班台的远警才刚抬头 就被一面撞上想逃都来不及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路口监视器拍下货车高速转进分住所 速度快到整辆车差点甩尾直线还加速 就像看见目标一样 从围墙到值班台只有短短四秒钟 造成两名远警一死一伤 值班台被撞得支离破碎 大门结构全毁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货车驾驶在案发前九点多 先在新北市共辽偷车熟门熟路 直接开上快速道路 沿路超速飙车连撞飞巡检员 都没有停下来 继续往基隆的方向开 而且一下台溜热线行车记录器 突然启动拍下冲撞分住所的过程 发案之后嫌犯打赤膊 徒步闯进平交道 被驱肩车撞击当场丧命 嫌犯被怀疑刻意在发案之前 就想到要录影疑似预谋 上个月才亲自参加寒冬送暖 二十四岁的远景苏玉宏 是新北市人 去年十月自愿分发到基隆服务 没想到从景不到半年 却在执行的时候被撞 同事们都非常不舍 三死一伤的重大案件 基隆市长和警政署长都陆续赶到医院 表示会从幽抚恤 远景家属隔天重回分住所 同事列队鞠躬送别 所长的情绪窥堤全场也为之比酸 玉宏请勿结束一路好走 华氏新闻送不到 嗨大家好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